大家好 我是文人 刚才已经做了一个视频 就在刚才 然后又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 甚至比我刚才做的 好像我觉得目前 以我的认知和政治经验来看 好像比刚才还重大 这个信号 真的是不是要失垂了 我就这种感觉 但我还是不能把话说的太绝对了 咱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不清楚 我也是秉着跟大家学习的态度 咱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刚才 新华社发了一快讯 新华社的快讯 大家听好了 中共中央就越共中央总书记 软服重逝世 向越共中央致宴殿 我再念一遍 新华社快讯 中共中央就越共中央总书记 软服重逝世 向越共中央致核殿 大家会不会觉得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新闻 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呢 对不对 可能有的人可能能感觉 他这里面缺了习近平 就是一般来讲 我刚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有问题 对不对 应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就什么什么 谁是像谁是谁 制宴殿 我当时就这种想法 然后我后来就想 我这个政治经验不足 这个好像只是我的想象 然后就去到里面找 我就用谷歌里面 用这个中共中央 制宴殿 来找这个相关系 我找了很多很多很多 基本上全都是有习近平的 比如说习近平就金辛格 逝世向拜登制宴殿 习近平就原中共总书记 李可飘 逝世向软服重制宴殿 习近平就菲尔德卡斯特罗 这个逝世 制宴殿等等等等 反正都是习近平 如何如何 像谁谁谁 制宴殿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勉强找到一个 是这个 这还是十几年前的了 就是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军委 就朝鲜领导人 赵明露 逝世制宴殿 这个是2011年 那时候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对吧 所以说你看大家觉得 今天这个消息 直接没有习近平的名字 就是中共中央 就越共中央总是 如何如何 逝世制宴殿 他这个事情 是不是很奇怪 可能看过视频的人 很多政治经验比较丰富 你给我留言 说这个没什么 这就是 以前有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也给我留言 反正我是没找着 而且他这种说法 其实我觉得 好像很无视习近平的存在 习近平是在 中共中央的上面 对不对 那应该说 中共中央总书记 如何如何 那么到了这 我的想象 就按照我目前的 一个智商视频 我想象这个事情 怎么回事 难道是 习近平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他现在把习近平的名字 放到里面过两天 如果习近平真的 比如说 不行了 那他再回过头来 看今天这个消息 他就会成了一个大笑话了 对不对 那他们是不是 在未雨绸缪 做什么东西呢 应该让我 只能是 这么考虑了 以我的智商水平 和目前的政治经验 就是这样的去 考虑这个问题 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我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说任何绝对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 这个 挺奇怪的 那么 刚才我也做了一个视频 就说 哎呀 这个怎么回事 对吧 今天新闻联播 大家都想看习近平出没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结果是5月20号的新闻 然后我看到下面有留言说 这是惯例 我也问了 我为什么是惯例 是不是开完全会 或者是三中全会以后 或者几中全会以后 都要把两个月以前 和党外人士交流的视频 拿过来 今天播放呢 怎么回事 不清楚 你看今天别的场合都出来了 习近平没出来 拿一个两个月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是惯例的话 为什么是惯例 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可以提供 总之 刚才我看到 这党媒 就出现了这样的 非常奇怪的现象 然后咱们梳理一下 这几天整体的过程 梳理一下 就是说 从最开始 有人说 习近平中风了 当时大家基本上 都是不相信的 谁不相信 当时其实我也不相信 但我觉得这个消息出来了 咱们就得去跟这个热点 然后去探讨一下 对不对 万一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这是最开始 然后当时韩联潮先生说 有人跟他讲 然后他求证 确认跟大家 然后就这些 这个信息 点击量特别特别高 就是不是点击量 就是观察量 浏览量 然后我们就看到 是 是哪位先生来的 反正有一位先生说 忘了 我有点忘了 就是他说 也是从那部消息 听到了一个消息 然后说一个资深的媒体人 如何如何的 就是蔡慎坤先生 就是有个媒体人 然后说这个事情 然后有些图片 在流传 然后中间还有看到 就说 在北京 很多地方封锁戒严了 这些事情 好像 然后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是改革家习近平 这个文章 被全网下架了 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 它不符合习近平的性格 习近平对于这样 摧平他的文章 他是很喜欢的 他怎么会主动去下架 当时我就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 昨天晚上习近平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反正很多人觉得 你看出来了 文睿你们这帮人 就是胡八道 对不对 然后有些人就在分析 但这个我也没有跟着分析 刚才我也提到了 对吧 有些人就分析 整个这个视频 虽然很长 习近平出来了 但是没有闭幕式的画面 这个 大家也向大家求证 那么到底怎么是 为什么没有闭幕式 习近平为什么 他没有参加闭幕式 如果他们是说的是对的 然后 就今天大家都在期待 习近平出来 结果习近平出来 是出来两个月前的 两个月前 然后别的常委都出来了 他还没出来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刚才我提到的 阮富重去世了以后 为什么是 主语是中共中央 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一桩桩 一件件一幕幕 延续到一起 那么 是不是让人真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问题 对吧 包括阮富重去世以后 他的离世 可能是 他并也是一个 共产党的一个总书记 对不对 共产党国家总书记 但给人感觉 好像就是 确实是好像 一个大的震动出现了 习近平 这个国家总书记可以去 习近平难道就不可以去世吗 对不对 这都很正常 大家就觉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是不是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就有些事情 可能没准习近平明天就出来了 就到了什么 比如说 到了山东 到了什么云南 人家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又开始讲话了 跟老百姓 老百姓就是握手鼓掌 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咱们只是 根据现有的这种情况来分析 当时那时候 二十大之前分析 习近平当时我也是做了很多分析 当时 当时我话说的是很绝对 但是我真的是得吸取教训 当时说的是非常绝对 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些迹象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当时李克强 开了十万人大会吗 开了十万人大会 对不对 绝对就是 把习近平的风头都抢回来了 当时 然后包括 就是说 北戴河会议后 李克强第一个现身 别人都没有 李克强第一个现身 然后到深圳去 然后给邓小平的铜像 献花篮 然后还说 长江黄河水不会倒流 对吧 等等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的天 我觉得这简直了 这不就是非常明确的信号 当时我还用了一个词 叫一尊下课 我当时还这么说的 当然现在看来当时我确确实实太幼稚了 那个时候我也给大家诚心道歉 今天 从那天我开始讲到今天所有的视频 我全都是平和理性的 我不说不把话说绝对了 什么可能性都有 但是大家看看我做的这种分析 提到的这些信号和这些细节 你们自己去判断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真的会出现 一些大的变动 大的情况 包括这两天 好像还有人把 把那个 一位英国的预言家的这个话拿出来 说习近平可能身体出了问题 等等等等 反正这个2024年 是一个非常震荡的这个一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人类历史 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既然卵不重 可以这个 去世走 那别人也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呢 也都做好这个准备 整个中国社会吧 可能处在一种 这个乱世 老百姓呢 还是最可怜的 真正乱起来的话呢 可能对于 很多底层老百姓来讲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吃饭可能都要这个成问题啊 我不是在这要什么 幸灾乐祸 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咱们只是就事论事 来分析这个问题 这一集呢 就先简单了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